您向往的完美生活是赚大钱 住豪宅还是平凡过一生呢 好莱坞悬疑电影《别担心亲爱的》 描述1950年代 一个环境优美 有如乌托邦的公司小镇里 丈夫们每天上班进行开发工作 妻子们则是正日饮酒作乐 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 完全不用为了金钱而烦恼 但一切看似完美的背后 却隐藏了一个邪恶又黑暗的秘密 追寻梦寐以穷的生活 却可能赔上人生代价 由日本人气影星福山雅士 柴奇姓北村一辉主演的 破案天才杰律略 睽違九年合体回归大萤幕 刮起唐川教授旋风 这次的故事是叙述一名失踪多年的少女 被发现尘尸在破屋中 猖狂的嫌犯 嚣张地向死者家属挑衅 却在法律面前狡猾地保持坚默 正当镇上弥漫着不祥气氛时 嫌犯却离其死亡 种种诡异线索加总起来 看唐川教授如何抽丝剥茧 查出真相 曾经很早奥斯卡金球奖等国际大奖的 阿凡达被誉为影史上无法超越的剧作之一 睽違13年后阿凡达以全新4K修复版重返大荧幕 当年导演詹姆斯卡麦隆耗资3亿美金 约核心台币120亿元 运用了3000个视觉效果 打造前所未有的真情异兽 纳美人及超越想象的世界 颠覆影迷的感官体验 堪称是科幻史诗经典 动画神头奶爸无敌破坏王的幕后团队 推出全新立作《维基总动员》 描述一对鸡爸爸鸡妈妈 生下了两颗可爱的金蛋 但稀有的金色却成为偷蛋贼的目标 被绑架到了非洲 鸡爸爸鸡妈妈必须设法救出孩子 过程中遇到了鳄鱼 河马 还有一群疯狂的猴子 庄社综合报道